大家好,欢迎订阅以及收听《富贵说历史》。 1928年6月4日,日本人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,除掉了被他们视为眼中定的东北大帅张作林。 日本人的刺杀行动之所以能成功,离不开两个人,一个是女特务川岛方子,另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。 今天来看看这个河本大作,在之后又有什么样的经历。 可以说,河本大作的军事生涯成野黄姑屯,败野黄姑屯。 首先,平级成功暗杀张作林这一惊世之举,河本大作无论是在日本关东军内部海,是在国际社会上都称得上是一战成名。 但是,这一事件持续性发酵的野部,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。 毕竟这是涉及亚洲的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,是战是核的问题。 最终,日本军方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,宣布河本大作被解释。 这样一来,河本大作在军队里是混不下去了,但是他也没坚住,转而兵烦地活动于这个从事掠夺中国资源的会社之间。 像当时的满洲煤矿会社,南满跌路诸事会社等等。 1941年,河本大作又受到驻山西日军司令官的邀请,在山西建立了由军方完全控制的山西产业诸事会社。 大家都知道,山西那可是咱中国的能源大省啊,仅仅是煤炭产量,就足以养活好几个日本。 所以河本大作,选在这里建立诸事会社的目的也很明确,就是大力搜刮一切资源,实现日军以战养战的目的。 事实证明,河本大作在经营管理、资源掠夺这方面确实有一套,在他到任的一年时间里,就一口气拉来了包括大仓、三井、三流在内的日本最主要的极大财阀的赞助。 原本规模不大的山西产业诸事会社,扩展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日本在华经济侵略组织,下辖找指、纺织、烟草、煤蝶等数十个公司,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化管理,河本大作俨然,把山西省打造成了在华日军的物资基地,而整个山西的经济大权,也完全拿捏在河本大作的手中。 所以河本大作有一个超号,叫山西帝王,比延西山的山西王还牛。 当然,在山西的盘混,必然要跟延西山打交道,河本大作就跟延西山的关系非常好,毕竟是一丘之河吗?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河本大作不仅没,有像其他日本战犯那样受到审判,反而得到了延西山的大力庇佑,依旧是吃香的喝辣的。 虽然他名下着山西产业诸室、汇舍,被延西山接手,但考虑到他这些年盘踞山西拥有长大的根基,所以延西山又将他聘为高级顾问,继续在山西省从事资源开发,核掠夺的工作。 只不过以前是维日军服务,现在是维延西山服务,1949年4月,太原胜利解放,延西山败逃广州,这也宣布了河本大作的好日子到头了。 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河本大作备,且放军活捉,并将其积压在太远战犯管理处,等候审判。 但是,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,河本大作依然是野心不死,妄除粉饰罪行,为自己开脱。 在被捕之前,他销毁了大量记载其罪证的资料,并且提前串通了与之有关人员的口供。 所以整个审判过程一场艰难,很难给他定罪,只不过,人算不如天算。 自作聪明的河本大作,原以为平级,自己天衣无缝的操作,一定可以全身而退。 但是老天爷终究是没放过他,1953年8月25日,还没等到审判结束,河本大作就病死在了监狱里。 中年70岁,感谢大家收听,我们下集再见。